想象一下 一辆史翠克战车被运输机空投到战场 落地就启动新型激光武器 周边敌人的无人机 情各间便被一扫而空 或是一辆史翠克在营地里 通过发动机发电 化身整个营地的电力心脏 又或是身手不见五指的黑夜 一道火光乍现 史翠克战车在杀戮之后 靠着纯电动力 安静离开雄杀现场 也许这些都是美国的最美幻想 但美国陆军正在将这种幻想变为现实 装备油电混合动力系统的史翠克 即将成为陆军新星 那么史翠克面对未来战场 能否靠着这套系统扭转乾坤 油电混合动力 又会为史翠克带来哪些优势 上世纪90年代末 正是一个全球格局剧烈变动的时代 冷战的结束 虽然终结了赤色洪流 驰骋在东欧平原的噩梦 但取而代之的 也并非是人们期待已久的和平时代 而是在科索沃 索马里这些 位于世界角落的 但却环境复杂的 小规模区域性冲突 这时候作为仅存的一级 美国尴尬地发现 自己这么多年 一直以苏联为架向敌的战略规划 却在今天将自己的军备发展 带到了高地 美国陆军此时手上掌握着的 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力量 这两股力量 一方是以M1 埃布拉姆斯坦克 和M2 布雷德利不战车 为代表的路上重锤 作为装甲铝猛兽 他们的火力无庸置疑 他们的重量也令人责舍 面对如今小规模 大范围的冲突特点 指望投放如此庞大的装甲力量 除了耗费物资和时间 以及缺乏效率外 更有一种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而另一种相反的力量 则是以第82空降师 为代表的轻型步兵部队 他们的灵活高效 的确可以走到24小时内 整体投放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 但随着苏联碎城一地 他那庞大的军备库 可就成了大自然的馈赠 各地的武装力量 都能从沙漠和雨林中 挖出保养好的RPG 而美军也用一部黑鹰坠落 深刻揭示了轻型部队 直接投放到复杂环境战场 会是怎样的结局 一边是运不过去的尴尬 一边是站不住脚的无奈 正是在这种场景下 时任陆军参谋长的 埃里克·辛塞奇将军 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构想 那便是构建一个平衡性的中型部队 这支部队足够轻快灵活 能够被如今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 快速空运 但在保障轻巧的同时 这支部队还要够强 拥有足够的防护和火力 能够有效掌控整个战场 最后商定的产物 正是本篇的主角 史崔克轮式战车 史崔克轮式战车 在经过详细计算后 它的尺寸和重量足以确保 美军将它塞进C130运输机的火舱 这就代表着 在美军的全球部署能力的保障下 一个装备史崔克战车的旅机部队 可以在96个小时内 部署到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但这一点就保障了美军的 全球快速反应能力 而作为一辆8x8的轮式底盘战车 在去除了传统装甲车辆的履带后 史崔克获得了两个巨大优势 第一个就是速度优势 史崔克战车在公路上的时速 能飙到近100公里 这也意味着 它就如同平常可见的消防车那样 能够快速机动部署到战区的关键位置 第二点则是在战场上的静音 不同于履带坦克 在百米外就能感受到的地面震蝉和噪音 史崔克的橡胶轮胎 保证了战车在行驶中的隐蔽性 这也让轮式战车在部署时 获得了一个战术层面上的优势 除此以外 史崔克也不单单是一辆战车 在模块化思想指导下 史崔克更像是一个可移动的武装底盘 在执行不同任务时 它就能像乐高积木一样 根据需要变换成不同的车辆 在平常时 史崔克是一个运送步兵般的M1126步兵运输车 需要攻坚时 它就安装上搭载105毫米火炮的M1128机动火炮系统 化身战场火力输出 在需要旧子扶伤时 史崔克也能变形成为M1133医疗后送车 此外还有指挥车 侦查车 排击炮车等等 总共十几种型号 可以说史崔克的诞生 的确是精准填补了美国陆军的实力空缺 它和以它所构成的史崔克旅 堪称21世纪初 美国陆军转型成功的典范 尤其是在2003年时 史崔克旅首次部署到伊拉克 在这里 它几乎完美地完成了美国陆军赋予它的角色 它的高机动性让美军快速切割战场 并控制了广阔的战区 多功能性特点 更是帮助美军灵活应对各种任务 尤其是史崔克的轮式底盘 总能让它在安静完成侦查和巡逻任务时 更晚被敌军发现 从而规避危险 也正因为这种特性 史崔克也在前线使兵中 赢得了战场出租车的美誉 不过所有的甜蜜都会迎来终结 而战争正是其中的催化剂 随着简易爆炸装置堆满路边 史崔克原本为了追求轻量化和满足空运要求 而设计的平底底盘设计 如今在应对来自下三路的爆炸冲击波时 几乎没有任何防护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直接作用于车体 更是对车内人员造成了毁灭性的杀伤 免得这种血泪教训 史崔克在一边应对 关于自身防护不足的舆情势 一边也展开了自身的持续增重之路 首先是为了应对老乡手上的RPG 史崔克在车身两侧挂上了格差装甲 如同给整车套了个铁笼子 而为了应对路边炸弹的威胁 史崔克也将原本平底的底盘 改装成了尖锐的V字形 这种改动正是为了将炸弹爆炸时的冲击波 向两侧推开 从而保障车内人员安全 总的来说 史崔克的改动是成功的 但这种为了保障生存的做法 也为史崔克的机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这也为史崔克带来了一场危机 作为最初设计的350马力的发动机 再去拖着一个不断增重的史崔克战车 明显是不合适的 一场由动力不足带来的动力危机 迫使美国陆军为史崔克 更换了更为强大的450马力C9发动机 但这场补救只能说是杯水车薪 因为一场更为致命的电力危机 也已经来到眼前 在现代战争中 双方比拼的正是对信息的处理和掌握 为了在复杂的战场上生存和作战 陆军在史崔克这个平台上 集成了越来越多的高耗能设备 有反无人机的机动进程防空系统 威力更强的30毫米机炮 还有先进的指挥 控制 通信 计算机 情报 监视和侦查套件 以及用于干扰敌方通信 和无人机的电子战设备等等 面对这些耗电大户 史崔克最初设计的570安的发电机 根本无力承担 无奈之下 美国陆军只能再次升级 为史崔克换上910安的大家伙 但即便是这样 史崔克的电力依然是捉襟见肘 整车的电气系统 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 这种情况更是严重制约了 史崔克在未来可能进行的 任何新设备的加装 到了这里 史崔克仿佛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 为了生存 战车必须增重 但是战车增重 就会导致动力和电力不足 而为了解决动力和电力问题 史崔克又需要换装 更大更重的引擎和发动机 这就进一步挤占了 本就小小的车内空间和重量配额 史崔克战车的确是通过改造 保住了车组人员性命 但这也抵押了史崔克 未来的发展潜力 现在的他已经来到了路的尽头 想要改变这种命运 那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机场小秀小补 而是一次全新的改造 面对动力 电力和重量 这三座大山 美军想要让史崔克重获新生 所依赖的正是混合动力技术 这种改造方式 不仅仅是在柴油发动机之外 再加了一个电动机那么简单 它可是为史崔克带来了 三大根本性的核心优势 传统战车所依赖的柴油发动机 不仅仅会在行驶时爆发轰鸣声 它连接着的排气管道 也在排放滚滚热浪 这就使得无论是士兵依靠声音 还是空中的无人机所依赖的热成像 都能轻松捕获战车方位 但史崔克新改进的油电混合动力 就能很好地规避这些缺点 首先在车辆停止时 史崔克完全可以彻底关闭 它的主发动机 如此一来 以往的轰鸣声彻底静谧 所有的系统有电池组供电的特性 使得史崔克在潜伏时 无论是炮它的转动还是观察 都不会有巨大声响 一个隐藏在林间的猎人就此诞生 而在史崔克行驶时 它也可以切换为纯电模式 以极低的速度安静行驶数公里 这种能力 无论是前行到敌人前哨战前 还是投摸到敌人身后 对于战场侦察和对敌 都是能打出先手的优点 其次则是后勤续航上 带来了质的飞跃 通过优化发动机 工作区间和回收制动能量 混合动力系统 能显著减少燃油消耗 虽然没有具体数字说明 不过设计者通用动力公司 为其艾布拉姆斯X主战坦克 设定的目标是 减少50%的燃料消耗 而这对史崔克战车来讲 燃油消耗量 即便不能减少50% 减少个20%或者40% 对于史崔克来说 都是质的飞跃 而这对于一支 混合动力的史崔克部队来说 那就意味着 在携带同等燃料的情况下 这支部队的作战半径 和独立作战时间将它的延长 更重要的是 对于美军来说 史崔克减少对燃料不及的需求 就意味着美军后勤缩保障的 就是更少需求 却更安全的后勤部极限 但对于史崔克 这个装甲武器平台最有利的 算是之后装备混合动力的它 不仅仅是一个能源的消费者 而是一个强大的能源生产者 它就是一个 长了八个轮子的 巨型移动充电宝 史崔克可以通过发动机 对外输出大量 多种电压的稳定电流 从而为整个浅线阵地供电 而指挥所 士兵的无线电 无人机的电池 则能直接从史崔克身上取电 这样看来 美军或许再也不需要那些 既暴露目标 又占用空间的独立发电机了 不仅如此 美军所构想的是一个 真正具有革命性的武器平台 一个可以位处在PPT中的武器 提供现实中能量基础的 装甲底座 比如说定向激光炮 一门五十千瓦的激光器 需要极其庞大的 稳定和电力供应 这是任何传统车辆的 发动机都无法满足的 但对于拥有 大容量电池组的 再比如先进的电子战设备 无论是大范围干扰敌方 无人机风群 还是压制敌方的通信网络 都需要澎湃的电力作为支撑 可以说美军 换装史崔克的动力系统 所期望的 可不仅仅是让史崔克战车 焕发第二春 而是将史崔克 看作一个未来武器发展的基石 现在让我们展开想象 大胆假设一下 如果将这辆 更换动力系统的史崔克 投入到当今世界 军备的试炼场 俄乌战场上 那么在这个由无人机精确炮火 和无处不在的 电子信号所支配的战场上 在这种任何暴露行踪的单位 都有可能在几分钟内 被炮火覆盖的环境下 拥有混合动力的史崔克 在这里会有什么作用呢 俄乌战场的无人机大战 已经证明了 谁掌握了敌空 谁就掌握了主动权 而混合动力史崔克 对于廉价的FPV 自杀式无人机和侦察机来讲 恰巧起到反制作用 一辆搭载了激光武器的史崔克 在夜色的掩护下 一只配属了混合动力史崔克的侦察小队 在黄昏时分渗透到技术线附近 他们无需像传统部队那样 在远离前线的地方就关闭引擎 然后徒步抵达预定位置 而是纯电的静默机动 悄无声息地滑入预定观察点 在车辆进入位置后 史崔克就关闭发动机 只留下传感器和通信设备 有电池供电 对于敌方的无人机操作员来说 这辆史崔克几乎是隐形的 它没有噪音 没有发动机的热信号 史崔克战车就潜伏在原地数小时 甚至一整天 它的目标是将清晰的敌方动态传回后方 而敌人却对眼皮底下的这双眼睛一无所知 而当史崔克需要转移时 它又可以在纯电模式下悄然离去 这种能力是对俄乌战场双方奉行的 发现及摧毁铁率的直接挑战 而对于俄乌战场而言 这场战争同样是一场消耗战 是对双方后勤补给能力的极限考验 俄乌双方都在不遗余地的 用远程火力打击对方的燃料库 弹药库和补给车队 前线部队也经常面临燃料短缺的情境 而史崔克更低的油耗 也意味着一支史崔克部队的独立作战时间 被极大延长 在执行一次穿插突袭任务时 传统的车队可能需要在途中 进行一次高风险的户外加油 而混动车队的史崔克旅 则可能凭借其更高的燃油效率 全程无视不及 这带来的战术优势 使得指挥官在规划行动时 可以更少地考虑燃料限制 从而制定更加灵活的作战计划 与此同时 后勤部门向前线输送的油料减少 也降低了运输部队早起的风险 这种后勤上的精打细算 往往能一点一滴地 累积成战场上的决定型优势 除此之外 混合动力作为史崔克的杀手锏 就是它能够让史崔克 变成了一个移动的战术电站 它面对敌人的无人机风群时 一辆配备激光武器的史崔克 可以通过动力系统装换 提供持续高功率电力 来驱散它的激光武器 实现对无人机的高成效 低成本的拦截 综上所述 混合动力史崔克在俄乌战场上 不再仅仅是一辆车 它更像是一个 集隐蔽侦察节点 高效机动平台 以及前沿能源枢纽 和高能武器载体 于一身的尖刀 它所具备的技术手段 能够精准地破解了俄乌战场上 暴露的诸多作战难题 史崔克面对的危机 来自于战场的变换 史崔克存在的价值 也是为了填补 美国陆军的战术空缺 而经过混合动力化的史崔克 更是让史崔克 从一个单纯的作战平台 进化为一个 高度智能化的网络节点 所以 当我们再次回到 最初的那个问题时 答案已经无比清晰 面对残酷战场倒逼的无奈 和在持续升级中 不堪重负的躯体 以及动力与电力的双重枯竭 史崔克别无选择 混合动力化改造 对于他来说 不是一次简单的修补 而是一场彻底的重生 这一位之后的史崔克 在战场上扮演全新角色 打开了通往未来的大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